字幕志愿者 在1956年 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漆式战斗机飞上蓝天 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喷漆时代 难以想象的是 它的诞生竟然离不开一把木榔头 在辽宁沈阳沈飞航空博览园里 有一把普普通通的长柄尖头木榔头 通体长21厘米 木榔头的头部布满敲击导致的欧痕 这把木榔头被诸多奖章证书拥簇着 俨然是绝对的忠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 航空工业极其薄弱 为提高国防实力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政府 临选了近千名技术人才远赴东北 支援国营第112场及沈飞的前身 工人陈阿玉也在其中 当时正知中国航空工业的初创起步时期 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大家吃着高粱米饭 住着日为时期留下的劳工房 和在上海的时候相比 承阿玉的工资少了一半 家庭负担更重了 但他毫不动摇 还鼓励一起来的工友 克服困难 坚持留下来 1954年10月 国营第112场接到了 试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命令 试制开始后 最先遇到的技术难题 是机翼标准件焦点变形 机身与机翼两个螺纹孔无法对合 如果重新制造配件 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 还要浪费许多宝贵的原材料 陈阿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他经常吃几口饭就放下筷子 围着机器左思右想 夏拉班还留在场里 想方设法攻克难关 斟酌再三 他大胆提出通过手工矫正 来解决标准件焦点变形的方案 他要用木狼头 解决飞机制造的技术难题 在工厂领导和工友的见证下 他开始了在样机上的操作 几十个小时后 经过敲打的机身与机翼的螺纹孔 完美对合 而这把神奇的木狼头背后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为了练熟一个动作 陈阿玉需要重复成百上千次 陈阿玉爱港敬业 刻苦钻研的精神 激励着所有工友 大家齐心协力 获取了一项性难题 完成了首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制 这款战机最终被命名为歼武 退休时 陈阿玉提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的请求 他说 能为祖国多尽一份力 是我人生的夙愿 在一代代航空工业人眼里 陈阿玉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大国工匠理想的样子 一颗红心 一身本领 一身坚守 新中国成立出奇 百废待兴 福建省作为海防前线 以及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 迫切需要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爱国华侨陈家庚 多次向中共中央提议 修建福建出绳铁路 1953年 经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勘测 中共中央决定 修建一条从江西英潭 至福建厦门的铁路 这段长16厘米 宽是1.4厘米 高14厘米的钢轨 其中一端 有明显的切割过的痕迹 这段钢轨 是为了纪念阴下铁路全线铺轨 胜利完成的历史进士课 铺轨部队 从阴下铁路最末一段路轨上 聚下来的 1955年2月起 铁道兵的巴格斯 和一个独立桥梁团 带着从抗美援朝战场 归来的昂扬斗志 与12万民工一起 投入阴下铁路建设工程 位于敏干交界 绵延上千里的五一山脉 是建设鹰下铁路的第一要道 想要穿越五一山 就要在山体均为 坚硬花岗岩的大河山 打通隧道 这是鹰下铁路 能否按时通车的 第一个咽喉工程 由于开凿设备简陋 方法简单 主要依靠人力 因此工程初期 进度缓慢 战士们开创性地 琢磨出连环爆破方案 是挖掘速度 从每天一两米 提升至每天5.6米 甚至创造了 南北两端隧道 共进34.05米的 单日最高纪录 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 奇迹般提前118天打通 鹰下建设的最后一个难关 是两段海滴的纠件 海滴工程最关键的技术难题 是海滴河龙 河龙时龙口愈窄 水流愈急 被冲掉的石料 很可能超过投入的石料 从而导致工程失败 现场专家和当地百姓 全策全力 创造性的用行船抛龙法 解决了抛屑难题 完成了河龙任务 最终 驻地大军顶着国民党军 飞机的频繁骑扰 用165万方石块 填平了两段 20多米深的海峡 筑起了长5032米的海滴 攻克了鹰下线上 最后一个难关 1956年12月9日 历经一年十个月 鹰下铁路最后一根铁轨 铺到了终点下门 铁路全长697.72公里 全线打通46座隧道 架住159座桥梁 交住1658座寒洞 1958年1月1日 鹰下铁路正式运营 八名大地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 出神铁路 60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福建 已经拥有三宗六横的铁路网 但是没有哪一条铁路 像鹰下铁路一样 亲历了八名大地 从19200到新兴向荣的 巨大发展 这段秀气斑斑的钢轨 承载着福建几代人的期盼 见证了新中国军民 移山填海 匹山铸鹿的大无畏气概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